大家好 本周我們從八級拳101基本概念 我們來講這個披掛拳裡面的一個動作 常見的動作叫抄 抄的這個動作 從披掛四路裡面 我們有抄掛P雕 在一趟二趟拳裡面也常常會有這個抄的動作 抄的動作這個抄自覺在披掛裡面 等於是他一個起手式 他是一個接手的一個動作 敵人做下段攻擊中段攻擊 他以他披掛拳裡面的一些比較靈活的步伐 他可以做接 但是重點是說很多人做錯了就是 往後抄 他會這樣做 這是錯誤 披掛這個抄 最多側面抄 但是你一抄完 就向前 前的概念 這個抄的動作 為什麼我們說它是一個起手式 是一個接手式 你把這個抄的動作 你把這個抄的動作 重複 當你重複的時候 是不是很像 太極拳的雲手 這個雲手做變化 就變成巴基拳的這個 鋪面鳥鷹掌 這個再變 就變成 披掛 這個抄 這個抄它 涵蓋的範圍很大 也不是說你今天 跟敵人接手的時候 你一定要畫這麼大的拳 他 利用披掛靈活的步法 中下段的攻擊 抄 就掛上去 上段的攻擊 接 接了就掛 接了就掛 那在練習的時候 除了這邊接手 我們剛剛講過 它是像這個雲手一樣 像雲手 我們又叫 母拳 什麼叫母拳 母拳就是 它可以延伸出 很多不同的變化 剛剛已經示範過 從雲手 變成巴基拳 就是鋪面鳥鷹掌 變成披掛 接下來就是一個掛P 或掛爆 它這個雲手 意思就是說 它在 不管在哪一個地方 這個畫圓 的範圍裡面 接到敵人的手 都可以變招 OK 我們剛剛講的是 下操 上操 如果 你在掛的時候 接觸敵人的手 這也可以做鳥鷹 這也可以做鳥鷹 就是它這個手 在整個畫圓的動作裡面 都是有作用 都要有意念存在 不是說你今天 因為它的自覺是超 所以 你只注重下段 這一段 這上來的時候 做攻擊 做攻擊 所以這兩手畫圓 這圓的概念 在披掛球裡面 也是 非常重要 好 平常在練的時候 一個 兩個 身體向後退 但手不要往後朝 側面 向上 換邊 兩手放鬆 那兩隻手 要對應 對很多初學者來講 有時候很 變扭很困難 那有一個方法就是 像我們有 仰式 OK 盡量將 肩膀 放鬆 去做這個動作 這看起來 有點滑稽 但是這個動作做久了 慢慢把圓縮小 但是腰部 肩膀 還是跟著轉動 接下來 加這個 抄 抄 抄 加步伐 抄 OK 就是這樣子 好喔